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题日 WTT多哈男子总决赛男单决赛 世界排名前两位的选手樊振东,王楚清上演强强对决 结果王楚清4比0战胜樊振东,总决赛男单夺冠 总决赛这场对决,也应该是当今男子拼弹最高水平的对抗了 樊振东击球暴力,单板质量高,把乒乓球的暴力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楚清是00后球员中的翘楚,进台速度快,台内反手暴思相当犀利 在肖战一对一培养下,王楚清相持实力也是不断增强 比赛一开始,樊振东凭借强势的单板击球,比分一直处于领先 王楚清一直是紧咬不放,来到局末阶段,王楚清反而以9比7反超了比分 11比8王楚清后来居上,率先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王楚清上来还是打得很强势 比分以5比1领先,樊振东自身失误有点多 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樊振东也是极力去追分 局末阶段,他也反比分扳平了9比9平 不过最后两个关键球上,发球出台,白短冒高 连12分后,王楚清以11比9又拿下了第二局 大比分2比0领先樊振东,第三局双方一上来就是一个精彩对攻 王楚清拿到了这一份,此后双方比分也是交替上升 从前三板拼到多板对轰,关键分上樊振东进入失误 王楚清14比12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比0领先樊振东 王楚清为何能够对樊振东占据如此大的领先呢? 原因主要是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王楚清摆的姿态非常好,就是全力去冲击樊振东 并没有作为未免冠军去保这个冠军 每一板进攻都发全力去拼,给了樊振东很大的压力 第二,王楚清确实在相持环节 敢于和樊振东强强对抗了 之前,王楚清对阵樊振东总处于下风 就是他相持环节确实很容易被樊振东打穿 总决赛这场对决,王楚清有好多对轰球,都是他笑到最后 第三,樊振东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也想用更高质量的机球,来尽快拿下得分 然而就是过于去追加质量 想一,两板得分 樊振东本身也给自己带了不少的失误 其实真正打起相持来,王楚清并没有超过樊振东 第四局樊振东状态有所提升 开局比分也是处于领先 不过王楚清乘胜追击 中局阶段以7比6反超了比分 11比7王楚清又强势拿下了第四局 从而以4比0战胜樊振东成功实现未免 应该说,樊振东在整块比赛 也一直在加质量想打穿王楚清 不止不过,王楚清准备更充分 现在他的在机球质量上 也有敢于和樊振东硬碰硬的勇气 王楚清从第一轮到最后晋级 他先后战胜了勒布伦 张本志和 秋档 樊东 这个冠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樊振东近来被队友、对手冲击的有些太厉害 小胖现在没有之前那种稳拿冠军的优势了 除了单板质量高 在相持环节上反而比王楚清失误更多 前三板进攻套路上 这些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 台内球上与王楚清斗短 争抢上手也没占到便宜 虽然高居世界第一 但是国拼给樊振东配备的教练是刘衡 刘衡一直是主管林高远 王楚清则是跟随大满贯教练肖战 享受一对一教练待遇 我个人觉得确实国拼教练组 应该帮一帮樊振东了 他的战术更必要、更丰富 一味这样靠硬碰硬打下去 不增加变化 樊振东夺冠越来越难了 在此之前 樊振东在国际比赛中 对王楚清的总战绩是九胜三负 但最近一次交手 去年亚运会的南丹决赛就是3比4不抵对方 今年总决赛又0比4被横扫 在巴黎奥运年到来之际 樊振东还谈不上完全摆脱师兄马龙的压制 如今又被师弟王楚清步步紧逼 真是情况不妙了 关注拼谈的朋友们都知道 樊振东成名很早 是一位少年得志的运动员 2013年全运会的时候就打进了南丹决赛 当时年仅16岁不久后便入选了团体士兵赛阵容 正式机身国拼五大主力行列 同时收获世界冠军头衔 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 樊振东在奥运会士兵赛 全运会等国内外顶级大赛中 屡屡被师兄马龙压制 直到2021年马龙主动退出士兵赛 全运会的南丹竞争后 他终于拿到了这两个赛事的南丹冠军 随后逐渐成为国拼的新领军人物 2023年樊振东成功蝉联士兵赛南丹冠军 然而在另外两个重要赛事中却折几尘杀 其中亚锦赛2比3再次输给马龙 而亚运会则是3比4不敌王储清 一方面师兄还没有完全摔了 另一方面师弟又在急速崛起 夹在中间的樊振东太难了 2024年到来后 樊振东迎来了自己的新年首战 那就是WTT总决赛 然而这次他的表现也是起起伏伏 首轮与斯洛文尼亚选手达科的较量 就差点翻船 决赛与王储清的对抗更是完败收场 新年不但遭遇开门黑 而且输得如此惨 的确有些尴尬 目前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樊振东在速度方面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小 过去是他去拼老将马龙等人 如今遇到更年轻的王储清等晚辈时明显有些捉襟见肘 本次总决赛之战多次被对方抢先上手得分 一对比就显得樊振东在发动还是相持阶段都表现得慢了半拍 这也难怪樊振东即将满27岁 虽然算不上是老将 但身体机能必然在下滑 不可能像王储清等人一样在场上飞奔自如 此外樊振东的反手拧拉虽然厉害 然而和新崛起的运动员们比起来还是存在暴冲度不够的问题 相对更侧重后几板的跟进 这也容易让他丧失先机 其实樊振东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王储清 而且还有外协会的对手 在2023赛季中 樊振东前后输了四场外战 其中对手有日本的张本志和 韩国的李尚珠与赵大成 法国的埃利克斯 厄布伦 今年总决赛又差点被达科逼入绝境 赢得非常惊险 对樊振东来说 2024年注定不会平静 尤其巴黎奥运会的结果 也会直接影响他在拼弹的历史地位 南丹如果夺冠 那就是无可争议的新核心 如果败北 那就将宣告新王的诞生 而他想在31岁的时候 冲击下一届奥运会的男单金牌 就非常困难了 WTT男子总决赛结束之后 2024赛季也将正式重燃战火 1月8日 WTT球星挑战赛多哈战比赛将开打 国拼在本次比赛中拳主力阵容出战 值得一提的是 主力球员王曼玉也将身兼三项 除了女单女双之外 混双也有报名 女单重要 女双关键 混双也要冲 这考验王曼玉的调整能力和临场发挥 之所以说王曼玉是女队最类的球员 这从报名项目上就能够看出来 王曼玉除了女单之外 还需要搭档陈梦出战女双 搭档林高远出战混双 身兼三项 充分双 充分双